民众机动挥舞旗帜 为支持的候选人呼喊口号 这些与民众生活接近的选举活动 对无家者来说可能非常遥远 九合一选举不少民众反乡行使投票权 投下神圣的一票 但在台湾有许多无家者 却面临投票上的困难 而治理与无家者议题的社福团体 人身百味对此提出看法 一个是我觉得比较事实层面的原因 就是大部分的无家者都没有户籍 他的居住地跟他的户籍地不在同一地方 所以你还不会为这件事情 特别去带达车回去或怎么样投票 从比较新的层面就是 很多无家者觉得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或者是没有差别 或者是很多人其实可能更像是 怀抱着某种强烈的厌恶或者情绪在里面 许多无家者透过打零工维持升级 争取有限的工作机会 如果因为投票而少了工作 下一餐的着落也就成了问题 看起来一半都没有去投票 这样我要去投票可以 全拿给我的话会去投票 无家者身为边缘群体 普遍对投票无感 因为谁选上 对无家者而言都一样 今天我们不想去投票的原因 我就讲了嘛 已经边缘人来关心谁选上跟谁不选上 不会关心这些问题的 所以我们干嘛 我们还要花车钱 还要浪费时间去搞这些 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意义的事 无家者不投票 候选人就更容易忽略他们 提政见时也不会把无家者的权益考虑进去 成为恶性循环 他们越不投票 那以政治面来看的话 最直接的就是候选人就 更不会重视这个群体 无家者这个群体 他们不太会出来投票 那他们的需求 或者是针对他们的政策 可能就会被放在比较后面去考量的 选举权是宪法列举的人民基本权利 但无家者们平常光是满足基本需求就有困难 在这个情况下 比起关心社会事务 无家者们更在乎自己能不能温饱 更何况是投票 面对无家者们越来越脱离社会的状况 吴彦德鼓励 无家者可以结盟发声 让群体更被看见 如果这些人他们有意识到 因为我们是贫穷经济者 我们是有困难的人 然后我们开始意识到 我们是一个群体 我们并不是一个 例如说大家其实想要脱离的状态 如果政府意识到 因为这里有8%到12%的人存在 他绝对不会放出这件事情 完全不管 选举过后 地方政策也将有所变动 然而对无家者而言 谁执政都难以改变他们的现况 社府团体期盼未来执政者拟定政策时 能更纳入无家者的声音 把社会角落的他们 带回大众目光所及之处 记者吴冠伟 梁家楼 明杰宇 综合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